上当百年七世大观 NordVPN来为您铺航 一键链接NordVPN就等于给自己秒加了金钟罩 从此您的IP地址也神奇地隐身于茫茫网海虚拟空间 再也不受邪恶势力的侵扰了 开启NordVPN如同请来了福尔摩斯 您只管大胆地下载青睐的图文影片游戏 想作案的恶意软体和不胜其烦的植入性广告 会第一时间被老探长封堵在门外 NordVPN更像是蜘蛛侠 业界公认全球速度最快 在59个国家超过5600台服务器 被您7天24小时小毛 他还严格执行服务器零记录推格 保证您的任何网上活动都厌过无痕 各位看官这么好的神器您还等什么 现在购买一个账号可以同时保护6台电脑和手机 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 订阅两年方案就可以享受最高70%的折扣 再加额外4个月的免费服务 30天内你有任何不满意可以随时取消 并且申请退款 今天这集咱们再说个大个儿的匪共一哥 虽然这货是昙花一现 但他的故事很好听也很扭曲 只不过呢 他不仅没得到善终 身后还被原来的手下 指指点点落井下石 臭到了地狱 其实 共党这个匪团 也是向来如此 刚死的李克强 给匪共干了10年 壮年早亡 还不是被一尊极尽不尊重 就差丧事喜办了是吧 好 讲这个丑故事之前 请干净世界和油管两边的看官 记得关注 订阅 点赞 敲铃铛啊 谢了 书归正本 向中发1879年他出生在上海 但是祖籍是湖北汉阳府的汉川县 他是中共第一个工人总书记 算是他俄爹斯大林扶起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这位向主席不同于共党的高干 大多数出身农民 因为他是真正的工人出身 所以他被重视发动城市工人颠覆政府的苏共看好 向主席家境贫寒 幼年他在上海勉强读了五年私塾就辍学了 然后随父母迁回了老家湖北汉川 1894年他刚14岁 就进入湖北枪炮厂 也就是后来的汉阳兵工厂 当第一批学徒 这货生性是个刺头 刚干了两年后才16岁 就因为顶撞工头他被开除了 还得生活呀 在亲友的介绍之下 小巷又进了武昌治钱局 后来改名为武昌造壁厂 当工人 1901年底 因为原料价格上涨 造壁厂是严重亏损 被迫停产 小巷他又失业了 现在咱大国的青年可能都不明白 造钱的厂他能倒闭 谁倒了他也不会倒啊 应该有中央财政支持啊 汉落宝收啊 让您见笑了啊 因为小巷他还喜欢习武 本来白天在枪炮厂做工 晚上就跟着练家子的师傅 叫王端阳 武枪弄棒 学拳术 王端阳他知道徒弟失业了 就介绍小巷到江西九江 给富豪王家泉当仆 到了辛亥革命之后 小巷又去做了怀炎船的代驾 两年之后他还升为大副 掌管走赣江的商轮 按说不错了吧 可这小子是秉性难移 仗着惠良手 就驾商船 闯关卡 报殴官员 还撞坏了沿道上别人的船 之后 这货还逃跑了 就被江西官府通缉 之后他只好跑回了湖北老家 又过了三年 小巷经过之前服务过的老板 王家泉介绍 到江汉造船厂工作 之后 他又进入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叫汉野平公司 因为看他活动能力挺强吧 就被吸收加入了当时的汉野平工人俱乐部 到1921年他还升任了汉野平工人俱乐部的副委员长 1922年 向副委员长加入了共党 也就是开启了他9年就终结自己小命的入魔之路 引路人是共党叫许白浩 这货6年之后就被蒋总在上海就地正法了 1923年2月 向中发参加了京汉铁路大罢工 就是咱们前面一集讲的 林祥谦施扬领导的那个 二期大罢工 向中发他在武汉 都是京汉铁路一条线的颠覆配合动作 当时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的是向英和林玉南 罢工失败以后 向中发就以伦伯工身份 帮助作乱的匪工领导们转入了地下 因为他立了功得到匪工的赏识 向中发呢 1923年6月作为武汉党代表参加了匪共全国三大 1925年春他又出席了四大 因为共党要蚕食渗透国府国军 他呢就还参加了国民党 1926年的北伐战争中 蒋总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兵临武昌城下 向中发他还发动传工用轮薄在长江架起了浮桥 帮助北伐军通过浮桥顺利过江 这是他作为工人国民党员干的一件好事 随后他还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 出任汉口市国民党部工人部长 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 刘少奇 李立三 向英为副委员长 你看这四个头都是共产党啊 就像当时渗透的多厉害吧 向中发还兼任了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1927年向中发给武汉临时国民政府联席会议主席 徐谦发了一封公函 要求提高汉阳兵工厂几千工人的待遇问题 他列举了工人收入 极其微薄 劳动强度超大 工时都在13小时以上 厂方呢 还各种借口 强迫工人加班 因病不能上班的 会按天扣发工资 甚至被罚款 而且 军火生产危险性极大呀 但是工厂没有保护措施 工人生命安全没有保障 工商死亡事故不断 再加上 当时湖北财政困难 物价飞涨 工人们只能进行大罢工反抗 各位 您这么看 向委员长还真的是为工人说话是吧 至少比起现在共党制下的花瓶工会强很多啊 甚至他还能组织大罢工 您现在996也一点没进步啊 那有谁敢罢工吗 蒋总412清党之后 向中发匪共党性发作了 他积极策划反对国民党了 中共开武大 向中发当选了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进入了匪共领导层 1927年的7月 共产国际俄爹指示黄俄改组 成立中央临时常委会 罢免了总书记陈独秀 推出了瞿秋白 随后又召开八期会议 要求中共增加工人进领导层 向中发呢 他就顺理成章的担任了政治局委员 随后他从上海去莫斯科朝拜俄爹 在莫斯科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四大 还当选了大会的副主席 当时正值苏共作乱所谓十月革命十周年庆 各国小地党都派人来捧臭脚 本来呢中共派出工农干部苏赵征带队 好巧不巧的老苏并发了 由向中发鼎刚上 老向受到了斯大林的肉身接见 自然受到了共产国际的重视 1928年7月 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 老向在会上发表 关于职工运动及讨论结论 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赞赏 认为向中发是真正的工人代表 不同于陈独秀 张国焘 瞿秋白 叶廷 毛泽东 向中发一夜他就发了 瞿秋白立马被免去了匪共总书记职务 向中发当选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常委会主席 一举成了向主席 俗称向总书记 周恩来表面上就成了他的马仔 只是个常委 秘书长兼组织部长 但是普遍认为 老向是个小白一哥 大老粗 匪共实际负责人是狡诈的周恩来 1928年9月2号向中发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当时在国内掌握实权的是蔡和森 但是因为匪共顺职省委 也就是顺天府就是北平了 还有直立省 出现了分裂 牵扯到了老蔡 同时蔡的气喘病发作了 辞职养病 调往莫斯科 参加匪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向中发就坡下驴 借此开除了蔡和森的常委职位 由李立三递补 这事好了啊 之后老向因为文化低利 被由他自己从常委提拔的李立三 伙同军事部长周恩来挤到一边去了 到1930年的4月 周匪去苏联向俄爹汇报工作 向中发他听了李立三的谗言 匆忙组建中央行动委员会 领导各地发动暴动 向中发随后请求苏共支持 中共建立苏维埃政权 共产国际一看不好啊 速速派周恩来 瞿秋白回了国 9月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 李立三被撤销了常委职务 到12月 共产国际派了王明回国取代李立三 逐渐开始领导中共 向中发成了笼子耳朵 佩德了 老向知道没法和王明比啊 就自甘堕落 开始和妓女杨秀珍拼居 咱刚前面那集 陈独秀嫖妓的事被黄标了 不知道这期结果啥样啊 现在这政治正确 男女都一个性别都行 咱说个嫖妓有啥了不起的呀 至于怎么不依不饶的嘛 老向他厄运来了 1931年4月 顾顺章在武汉被政府逮捕之后投诚 供出了共党的机密 其中包括 向主席左手有一个半截手指头这个特征 情势突然异常紧张了 6月10号 匪共开常委会 决定成立特务机构特科来杀叛徒 陈云做主任 康生担任副主任 潘汉年负责联络侦查工作 向主席化名叫了李科发 对外中段来往潜到水下 但是他的命天注定该走到头了 1931年5月底 匪共特科接到消息称 顾顺章正在带着军统特工调查向中发住处 据此要求向中发立即搬家 6月22号上午9点 向中发前往上海英国商人在法租界开办的 泰勒租车行 准备租汽车返回他的小沙渡路的住所 被租界巡捕和顾顺章布局的军统特工拿货 中午12点 周恩来王明博古正在聂荣真家开会 得知向主席被捕 赶紧联系国民党内亲共的大佬杨渡 这个杨渡曾经营救过李大钊魏国 周派人送去5万块的银行存值 求杨渡联系和蒋总关系不错的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生 出手营救 但是 两小时之后 杨渡退回了这5万块存值 因为杜月生说 是南京直接派人来抓的向中发 无法救回 6月23号 向中发被押借到龙华松户警备司令部 向主席他被捕之后 立马供出了任毕时妻子陈宗英和自己的拼头杨秀珍的住址 二女随后被捕 之后又供出了恒吉底1141号匪共的秘密机关 致使机要秘书张继恩 博古的老婆张月霞被捕 周恩来瞿秋白闻训妙仪 这闻谁的训妙仪的 您接着听就知道了 他们逃过了一劫 对瞿秋白来说 这是暂时的 后来瞿秋白还是被抓了 而且处决了 重点来了啊 要说这人哪 不该死 他跳水浮毒上吊都死不了 阎王他不收 可该死的怎么他也逃不脱 谁都拦不住 向主席就是个活生生的写照 向中发被转移到了龙华司令部之后 警备司令熊士辉立即向南京蒋总发电 但是呢 蒋介石当时正在庐山 电报就又转到了庐山 蒋总看了之后 丝毫没犹豫 立即下令就地枪决 6月24号凌晨三点 向中发他就被处决了 都没过夜 老乡可能不知道自己要死了 当时还想坦白从宽呢 供出匪共不少信息 熊士辉他一看 这货还有点用啊 就赶紧发了第二封电报 蒋总一看 匪共主席还能叛变呢 就改令 暂缓处决 可是谁知 晚了 接获老大第一个电报 特工们真的就立即执行了 各位 重中核心来了啊 文革之中 毛泽东把所有前共党负责人 和重要领导人 包括陈独秀 瞿秋白 李立三 王明 伯谷 张文天 高刚 饶树石 彭德怀 刘少奇 全都大批了一通 骂了个遍 唯独对第二任总书记 向中发网开一面 您知道为啥吗 原来 向中发对毛泽东有非同寻常的大恩 甚至可以说 没有向中发的力挺 就没有老毛的上位做大 大家都知道 毛泽东被蒋总五次围剿之后 遭同伙解除了军权 是落荒而逃 他能够在遵义会上东山再起 完全得益于向中发 向主席在任上做出了两个对匪共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决定 一是以张国焘和毛泽东关系不融洽为由 反对共产国际远东局 让从苏联回国的张国焘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老相还把张派到了厄狱晚苏区 结果呢 是性格温和的周恩来出任了苏区中央局主席 这也就没能对老毛后来复位构成威胁 二是向中发提名 被解除了军权的毛泽东 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向英和张国焘任副主席 这为老毛日后重登高位创造了巨大的机遇 所以向中发1931年6月被捕叛变并且被处死之后 老毛感念他的知欲大恩 此后几十年间从没有说过向中发一句坏话 这也算老毛挺懂事吧 山哥也不是说老毛有哪好 一码说一码 因为一对比表面上道貌岸然 一直是向主席下属的周恩来 他就是个小人了 刚才咱不是说有人密报吗 向中发叛变 就是让共党甚为得意的美女特工黄木兰最先向匪共报的消息 使周恩来等贼及时转移 后来有文章披露 说向中发上午9点被捕 下午经受不了电刑就跪地求饶 供出了匪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向中发死了之后周恩来还派潘汉年调查 特科通过打进松户警备司令部做法文翻译的共谍叫鲍文卫 还买通了上海社会局长吴醒亚的属下吴汉齐去找陆世源 许以重金设法偷得了向中发的口供 周恩来看过口供之后 最初怀疑这是国民党伪造地 但是研究后认为 很多机密只有中央几个人知道 却都出现在了口供之中 因此断定向中发叛变了 前中统局的副局长徐恩增认为 向中发是被人出卖而被捕的 被捕后他屈膝跪地求情 并且说出了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地 还有文章说 向中发被捕之后 立即屈膝投降 而他的相好杨秀珍被捕之后 并没有讲出人毕时老婆陈宗英的共党身份 他看到关押的共党高干 官向英等人也没向政府报告 所以 周恩来在1972年6月的一次内部讲话中说 向中发弄了一个妓女杨秀珍吃喝玩乐 敌人抓到妓女 他还不承认向中发是党员 可是向中发被抓到 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 判变了 最后这句话最损 向中发的节操还不如个妓女 山哥是真想看看 老周如果被中统抓了 会不会超过妓女钢铁班的意志 但是有少数学者认为向中发没有叛变 经过刑讯逼共死于电刑 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中发的自贡 很可能是伪作 至于那位共党最美女爹黄木兰 后来还被拍了个谍战片表现她叫风声 黄女1926年加入共党担任汉口妇女部长 1931年她报告向主席被捕叛变 1933年她自己也叛党脱共 并且和国民政府官员上海发租界著名的律师 陈志搞结婚 因此有喜地文人说黄是为婚姻脱党 就算山哥没活在那个年代 但了解匪共的奏性可不是一般的啊 山哥就想问 你一个女特务可以毫发无伤地脱党吗 还嫁给了国民党 谁知道你在党外晃荡了18年干了啥呀 共党夺权成了 你1951年又重新加入共党 你党是给你串门的吗 怨不得 黄木兰1955年受特务联络人潘汉年案牵连 被捕关进了秦城 1963年她又被判 叛徒特务反革命罪管制三年 这仨罪名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哪一个都够杀脑袋了 到了1967年的6月 文革她二进秦城 一直关到了1975年 1980年才被邓颖超帮助平了反 为表示自己没毛病 黄木兰获释之后 一共写了六个版本的 黄木兰自传 但是 最长的那个版 只供党内参考 估计里边是太血腥丑恶 不能给屁民宣传 诋毁他党妈 所以 至今也没被党妈公开 至于周泰 邓颖超为啥帮他平反 黄木兰自传里边自夸说 周恩来对黄木兰的工作评价很高 说他为党立了大功 大裤衩设置的百年恩来纪录片 其中也有一幕 周恩来边整理衣箱边对邓颖超说 黄木兰来电话说 法补房薛庚申通知向中发被捕叛变了 我们必须立即转移 各位看官 虽然这位举报向主席叛变的黄木兰 活了110岁才死 不过 这辈子国民政府没怎么样他 他亲爱的党妈却整得他半死 余生还要写书为自己辩解 山哥看他也真是够闹腾的 至于老相 生于上海 死于上海 虽然不是善终 也算是夜落归根了吧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关 如果觉得山哥故事讲的还行 订个月点个赞吧 各位看官 咱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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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